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捕蜂捉蛇它是一项为民服务的业务 那在中央律定这业务的时候 认为是地方自制项目 由我们县市政府自行来看看是属于哪个单位业务 那在邱县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签诚就是捉蛇的业务 因为有局迫性 那整个消防队员 他的分队的人员设备都建置好了 所以捉蛇的部分由消防队来负责 那捕蜂的业务是由我们农业处来负责 但是在这个我们执行的经费如果完毕之后呢 经费不足的执行之后呢 还是请消防队来协议 所以经费不足了以后就要用免费的人力 就继续用消防队员是吗 我想这个第一个是财政的考量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未免服务业务本来就是县政府 大家一起可以共同来做的 好那我要请问一个问题哦 我们目前去年预定今年的 应该说我们去年的捕蜂捉蛇业务的经费是多少 去年我们只从我们的预备金 提拨了100万 再加上我们中央补助30% 大概我们总共执行了142万 142万吗 对 那我们来看看别的县市的捕蜂捉蛇的经费是多少 苗栗县编列797万 然后再另外是我们的彰化县是1666万 目前我看到的经费几乎都是500万起跳的 那如果以捕蜂捉蛇一件4000块来说的话 我们新竹县是属于高山的地区嘛 有很多的丘陵 所以我们的捕蜂捉蛇业务非常热门 一年已经超过1000多件1700多件了 那所以就等于我们两个月用完经费以后 所有的消防人员都是做义工了 那请杨县长在未来在捕蜂捉蛇业务上面 拨多一点的经费 因为我们拨多一点中央补助30%才可以多一点 那还有一个业务是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消防局捕蜂捉蛇了以后这些的蜂跟蛇到哪里去了 那请问消防局来回答 有关消防局在捕蜂捉蛇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在抓手的部分呢 我们是会再回归到农业处 由他们教育农业去处理 那就有关蜂的部分呢 因为蜂的部分我们是有在如果是请专家来抓的话 就是由专家他们自己去处理 那另外因为我们消防局去介入去补蜂这个部分呢 通常我们是用晚上去业火工的部分 直接用火把爬到屋檐或者树上树梢去用火工 然后是把它消灭这样 好这样了解 那我请问一下农业处那个蛇的部分 或是蜂的部分加防局交给你了 然后你怎么处理 那请农业之为的 好谢谢医长 谢谢余妍啊 那捕蜂的部分我们委外如果有抓到这个蜂巢的话 我们统一请那个委外厂商拿到我们的苗圃来做一个销毁 那蛇的部分我们一般就会予以野放 如果它是一个健康 圆放吗 不是我们会折一个偏远地区去野放这样 偏远地区野放吗 对 那 哦好所以现在是就做偏远地区野放 我们把它抓了然后再把它放掉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一个 还是要维持它野外生长一个棲地环境 所以我们是用野放的方式 好这样了解 那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考虑我们新竹县也做委外 目前现在全台湾县市已经有11个以上次做委外了 或者是至少可以委托给益销 因为益销人力比较充足 然后我们打算用多少经费去做委外 好那我们统计捕风桌舌一年大概至少有大概4000件 1000多件 一件平均4000块的话就要1000多万 1000多万经费 那我们今年度是编列大概200万 再加上中央补助的 所以为什么跟别的县市差这么多 因为我们的 你既然已经说了1000多件 1000多件乘以4000多万 那你编200万是什么意思 200多万是中央的补助 中央只有107到109年有补助 三年的计划 以后都是各县市自己要编列这个预算 那新竹县因为财政的问题 所以我们协调抓舌 还是由消防队这边来协助 那补风我们就尽量编除这个经费来做委外 好那我要提一个建议 目前新竹应该说 新竹是我听说过他们的 在他们的生肠中心的部分 他们是做委外 一年大概450万 或者是反正三四百万的经费做委外 那么委外 如果其实他们抓到的蛇 如果今天不是保育类的话 他们其实还可以再卖 以中央行之类的 然后风他们也可以酿酒 就是做另外的生产 那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可以跟民间的厂商谈 看有没有人愿意做委外的辅助 然后在我们消防局的业务上 委托给营销 然后经费上 稍微再补贴一点点 我想有可能是可以减轻消防员员的负担了 目前我们新竹县 包含加班费的 消防员员加班费的部分也是有上限的 我不希望再增加太多消防的人力在捕风捉食的上面 而且我坦白讲 如果今天民众是在自家的地发现蛇 或是发现风的话 今天县政府如果没有处理 他就是自己要去处理啊 那是属于民众他自己的业务的一部分 好 希望列入考量 然后未来希望可以有一个报告 看是要委外还是 还是怎么样 还是用多少经费 希望可以有一个报告给我看看 谢谢